那我覺得他就是有這些潛力嘛 就這樣 難不成因為他外型嗎 當然不是啊 外型 更不安 恭喜你啊 出到這個結婚 恭喜焦哥要求 求婚成功啊 你也有這一天啊 有一個朋友傻傻的手機就先舉起來 其實那時候耿如有一點覺得奇怪 小燕姐就問說 你在幹嘛 她說 我在追劇啊 超爛的理由 結果小燕姐竟然也相信 對啊 哭歪了 就想說 怎樣 欸不是 那個就是你知道那個現場的氛圍 太感動 小燕姐也是暴淚啊 就大家 三人也暴淚 五次榮獲金鐘獎最佳主持人的黃紫嬌 以及最具潛力的先生代助之人 露露 憲哥有一次走心 因為露露一直在FB說焦哥的好 憲哥就突然就突然說 露露我平常對她那麼好 她整天就講焦哥是師父 然後再講她的好 Turbo 我就覺得她走心了 憲哥你不要走心 沒有 確實走心 露露成衣有一個形容我很喜歡 她覺得跟她一起搭檔的憲哥像爸爸 那我呢比較像媽媽 那兩個人有各自其自在幫著她 帶著她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個都很重要啦 憲哥不要吃醋 憲哥這樣說 憲哥是我老公啊 老公你不要吃醋嘛 自己的女兒 結果越講她 她越氣 她想說 憲鬼啦 給我滾 更多精彩視頻 請到Channel 8